国产武侠游戏《侠乙哥》最近是更新了第三年的剧情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群侠传或者金庸这种风格的 毕竟妹子多 随便选 行侠仗义同时又能报的美人归 真是事件一件美事 这边开的是720P的高画质 总体来说基本上能保持在40帧以上 这个游戏是回合制的游戏 加短帧应该问题也不大 和现件比真的是优化很不错了 现阶段我发现的问题是这个手柄是有点小问题 左边和右边居然是反向的 LT和RT 然后就是这个战斗命中的待机是没有办法用手柄来完成的 必须牵回到鼠标模式才能运行 不过这个游戏也没有完全看法完成了 之后应该会完善手柄上的体验 总体来说我觉得在国产武侠游戏中做的还是比较棒的 喜欢掌机的小伙伴可以家庭一起讨论 我们所有掌机都接纳 包括Steam Deck不搞分圈 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比较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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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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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